而今天我們的第一個故事 要帶您深入嘉義阿里山鄉的達邦村 在這個鄒族的部落 有一座民宿 隱身在深山秘境裡 住在這裡 民宿的主人 會教你如何去射箭跟狩獵 並且要帶您走訪昔日的鄒族獵場 在入夜以後 還有鄒族的烤肉可以品嘗 民宿主人希望把鄒族的傳統文化 介紹給外地來的客人 他說鄒族人是非常團結的 在八八風災過後 原本在外地工作的年輕人 紛紛返鄉重建家園 而有了年輕一輩的加入 部落變得更有活力了 現在呢 跟著我們的鏡頭 帶您一起到達邦 感受一下 這如夢似幻的美麗山景 昏煌時分 遠山的輪廓漸朦朧 晚霞眷戀的 在天邊留下一抹魅澀 藍井入懷得摒棄寧神 就怕如夢似幻的美 稍縱即逝 屋主裝蒼金抱著木柴準備生火 他要煮一壺熱茶 為遠道之客洗澄 為遠道之客洗澄 所以客人來的時候就先給他喝一杯茶 這湖在這邊感覺就蠻溫暖的 對啊 拉近了跟客人之間的距離 對啊 其實在山上的話燒火就很容易 人對人都積極在一起 尤其是天氣人 一只茶壺悠悠地晃著帶點靜密的禪意 卻攪熱了微涼的空氣 就著暖烘烘的火焰 達邦部落的葉悄然來臨 裝蒼金把鐵架懸掛在鐵鍊上 鋪上一大塊肥滋滋的山豬肉 我們都是烤比較厚 原住民烤的肉都叫山豬肉 在擺上幾尾肥美的秋刀魚 這就是州族特有的烤肉大餐 先蓋好 我蓋好到等到它開始滴油的時候 再打開放就很快 然後就是要轉 不能讓它受熱太集中在一個點 興致來了就一邊烤肉 一邊跟著吉他聲唱歌 聊天然文章 柯民 OFFICER 和地föFF 想做資遭 失作資遭 想做資遭 想做資遭 米黑米芝麻沙打油粉 會想想打我伯伯 今晚我無無論 一家家 以前的生活大概就這樣 烤肉聚在一起喝點小酒 然後一首歌就傳過去 旗日生活真的很隨興 組團one band五千五卦 木塔上這幾個彈吉他彈得投入的 都是樂團的樂手 但是打從主唱莊倉晶從兩轉行之後 大夥聚在一起 飲酒做樂的機會就越來越少了 天光剛亮 莊倉晶已經在廚房忙著為客人張國早餐 經營民宿四年的時間 這位鄒族男兒早已收起狂放 扮演好稱職的民宿責人的角色 這座隱身在海拔一千多公尺的達邦附落深處 尋著箭頭才找得到路的幽靜民宿 除了建築物本身不是自己蓋的 其他的幾乎都出自民主人的雙手 在房間的設計就是很簡單 可是很有... 要好整理 要好整理 因為這是做你一個人 對... 這樣還蠻好的地板擦一擦就好 對...就是兩個大船 對... 然後這個梳妝台這邊 這個也是你設計的 嗯...稱不上設計啦 就是... 自己做的 需要一個梳妝台 就...看中邊有什麼材料 就自己做 這個浴室還可以邊洗澡邊看外面 對...那這個... 單速設計就是... 本來其實剛開始是不想要有那個玻璃 對... 你是這樣不會被外面看到嗎 它也其實有傳聯的 傳聯一點 對... 那可是如果不要拉出來 不會被看到 如果你願意讓它分享的話 願意分享出去的話 就...就被看到了嗎 是還好 喔... 哇... 這邊就完全是... 很失台 對...我們叫發呆庭 發呆庭 這邊必須很不好 對... 對... 然後就是... 本來剛開始因為... 也是...也是會想說 怕客人會從旁邊這邊去... 你看旁邊也洗澡嗎 對...那後來就是種了這些東西 促進的房間沒有過多裝飾 大片落地窗引頸入室 已經足夠讓下它的旅人沉醉 房內沒有提供任何電子用品 空出來的時間就到發呆庭把心放空 莊藏金說他沒想過會這樣定下來 早年離開部落到外地工作 擔任高山祥島 直到娶妻生子 老婆要她別再往山裡跑了 她才回到老家把地整起來貸款蓋民宿 那時候很天真 認為民宿蓋起來應該還有時間可以爬山 結果就完全一直到現在 都連一座山都沒有再去爬 應該是一個人 對...完全一個人在坐 甚至於那時候坐艙也是...也是飽 然後很累...非常累 事情都好像永遠錯誤了 就是那種感覺 我們先去調適一下 既然是鄒族部落的民宿 莊藏金乾脆就把住宿結合傳統文化 最基本的就是端出鄒族的菜肴 這是我們的獵人包 我們上菜 先看他們打獵的便當 吃這麼小吃的飽嗎 吃不飽啊 他們會好好吃過 九族飯堡之後 再來體驗鄒族的狩獵射箭 但是年輕人就是一定要會射箭 應該是最基本的 其實射箭是很多人喜歡的 它已經是有一點類似運動 以前是老人家是用手直接這樣抓 那個力道也很強 現在已經不常射 所以用兩手勾 那大概就是讓它很輕鬆 然後我們雙腳打開 然後射出去 往後拉 對對對 看掉了 哇 越來越好 這一次 今天玩的臉夾天 你的這一隻手要打 對 再拉 再拉 放掉 唉唷 不錯 有點痠耶 那勝利要這樣嗎 沒有 所以等於是在這邊開一個民宿 也是把周族的文化帶進來 對 也是不會說 就是有辦法把它拉進來就拉進來 對 那等一下我們會去走步道的話 整個我們會 就是一個周族的狩獵文化 跟一些生態的那個 導覽 那我們要帶工嗎 喔 不行啊 不用啊 這個刀 這刀是 是昨天切那個山豬肉的嗎 黃肉的 對 哈哈 同一把刀 對 所以我們的刀是工具 萬能的 對 射箭的基本工練好了 接下來就要尋訪周族的獵場 這裡就是秘密小鏡 對啊 自己開的路 對 自己開批的一條 那我們開上刀也是工具嘛 像一些擋住的石頭 整理一下 這個石頭也是自己鋪的 對啊 去哪裡搬這個石頭 就從旁邊拿過來 族人昔日的獵場 在日劇時代成了耕地 後來又變成國有地 莊蒼金索性向林物局租地 保住歷史的痕跡 也藉機過過高山想倒的影 你自由慣了 剛回到平地會不會覺得落差很大呢 剛回來會啊 會隨時隨地會想要往外跑 哈哈 就是我可能往山上跑 對啊 後來是習慣了 也算是已經適應了 經過一片竹林的時候 莊蒼金忽然拔刀 不是追殺獵物 而是做起手工藝 高球 頂住 輕鬆地擠刀下來 彎彎折折 竹筒盃多了手把 原來他要幫客房添幾個馬克盃 錢已經有完了 所以自己做比較省錢 對 的確啊 其實他 我們剛開這棟民宿的時候 的確跟那個 之前的預算 超出了很多 剩下來的竹子還可以做筷子架 不需要工作台 隨意蹲著 腿上就可以創作 這是錯誤釋放 在腳上面弄 那時候我們很了解刀 我們都很習慣戴刀 因為有時候下山 我會忘記 然後我還在身上 然後下車的時候 怎麼刀子還在身上 刀架一試去還帶刀很舒服 不受拘束的自由創作 莊倉精樂在其中 他說小時候經常在竹林玩耍 和竹子有種特殊的連結 根本不用學 天生就會做獨藝 聊著聊著刀子又消出 喜日鄒族人做戰時 拿來通風報信的竹片 敵人已經開始接近的時候 可能就會甩這個 讓部落那邊可以有準備 營底的那個時間 莊倉精用自己的方式 讓外地的遊客 認識他生長的部落 難得的住宿經驗 讓這棟隱秘的民宿 即使坐落深山 即使路途遙遠 客人還是慕名而來 原本經營順遂 卻因為莫拉克風災重創達邦 阿里山公路貪方 連外道路中斷 部落沒水沒電超過一個半月 民宿也被迫歇業將近一年 偏偏那個時候 家裡添了第二個寶寶 還好主意創作沒有讓家計斷炊 經營到一個高峰 好像是注定就是要稍微再挺度一下 那那個颱風讓你這邊歇業了一年 將近一年 對 因為路況一直都不適合 一返鄉 接下擔子 重建部落 莊蒼青說 鄒族人面臨災難 不曾分離 一如舉行鄒族戰績的庫巴 戰神的金蘭草 依舊在稻草屋頂上先立的綻放 風在我們說更團結的是因為那時候 真的大家什麼都沒有 就等於好像回到以前的那種生活 所以感覺那一段時間是特別團結 大家都是一起工作 一個部落 年輕人多了 他自然活力就比較 感覺上比較有活力 一年後儘管路況還不是最完美 女人卻開始入山造訪民宿 重新扮演起民宿男主人的角色 莊蒼青依舊是爽朗的笑容 依舊市主一壺熱茶迎接 這是鄒族男人的豁達和瀟灑 在部落的一個小小角落 卻體現得如此深刻分明